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十二到十三世纪的 你请找大概是什么时候 1084年到1130年代可能是或者50年代 1151年或者55年差不多 所以这个是南宋刚刚开始的书 所以这是第十一到第十二世纪 那关于李清朝你还知道什么 他是哪里人 四川人还是东北的还是哪里的 南方人是不是 李清朝是哪里出 季南人啊 是啊 他是山东人 你们都不知道 一个孔夫子一个李清朝啊 啊 山东是不是啊 山东太重要了 我十年前我去了季南 我就看季南市 有一个李清朝博物馆 这是他管理台 我看了几个博物馆 那这个李清朝他保存了什么样的著作 还是 他的遭遇是怎么样的 他的丈夫叫什么了 赵明成 是不是 赵明成 都是比较好像也是贵族人 是不是 官员 是不是 我们说宋朝 就是赵匡英 是不是 姓赵的 赵明成 可能也有这些关系 反正是后来 这个北宗就没有完了 那些北方人 金人来了 是不是 然后他们从山东就 往南 到哪里 他们就搬到 搬到一个地方叫做 建康 是不是 建康今天叫什么 南京 是不是 南京杭州那个地方 他们就在哪里出 那么这个李清朝 保存了很多著作吗 yes 他写了很多词 保存了很多吗 保存了 就今天还有吗 还能看到他的著作 有一些 但是大部分的都失踪了 他还收集很多古迹 是不是 很多文物 这些东西还写一些东西 关于文学 关于考古 考古 挖出来的什么东西 或者 但是大部分的都失踪了 就保存了一些词 你们也都背过一些什么词啊 有没有 三千曼 三千曼 怎么怎么 你还记得 是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 寻寻蜜蜜 冷冷清清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他就是都是重复写的 寻寻蜜蜜 冷冷清清 OK 所以这个就不多谈 我们就有一个背景 我们中国在中世纪 在松朝 有一个女士人 有一个女士人 李清照 她的著作 大部分的都失传 但是有一些词 就是非常有名的 那么我们就看相应的时代 在西方也有一些女士人 所以本来是可以写 非常有意思的 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 就是中国中世纪的诗人 还有西方中世纪的女士人 我在家里有一个小车子 就是李清照的一些诗 有因汉对照的 然后这个诗言就介绍 这是一个女文学家 一个中国妇女 就研究李清照 她说这个李清照是中国的撒夫 撒夫 撒夫是谁 中国的撒夫 撒夫 公元前六百年 希腊的女士人 也很有名的 是不是 撒夫 好像是有的有这样的写法 撒夫 所以他们就联想到这个撒夫 还有这个小车子 也是把李清照跟一个十九世纪的英国女士人做比较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中国人说 我们有一个女士人 西方的女士人是谁 要么是公元前 公元前六百年的 要么是公元一千九百年的 在中间 西方中间这个历史 这一段历史 好像没有女士人 实际上就在中世纪 有好几个女士人 所以我们这个 可能今天我都看不完这些女士人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三十页 有一个 Rosvita 这个Rosvita 或者Rotsvita 有不同的写法 所以这写的是 荷罗斯维塔 看到了吗 荷罗斯维塔 这就是这个Rosvita 她呢 她就是来自德国 是不是 她是一个德国女士人 贵族人 但是年轻的时候 很早就可能不到十岁的时候 她就进入一个英修院 所以这个英修院是在Gandasheim 这是什么意思 你进入一个英修院 就是一辈子 就是过一种独生的生活 这个有一团修女 这些人叫做女修 女英修 这叫做修女 她们就在那里过这个英修院的生活 然后她们就是每天都读经 就是读圣经 还有唱歌 还有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 很有规律的生活 所以她们也要学习 她们也需要学习 古典文学 她们读书 所以她就受了一个很好的教育 她的教育当时候就要读书 你要读传统的文献 就当然是要读 拉丁文的文献 所以她就学了很好的拉丁语 那么她自己的著作 就是比较有名的是她的那些话剧 所以她就写了中共 就写了八个话剧 她还写了一些传奇诗 就是一些关于某一些人的故事的一些诗 然后还写了一些历史记载 所以这里是关于比如说她的英修院 这里也写的是 甘德斯海姆英修院的历史 还写了这个奥陀 奥陀的一些历史的 当时候的那些记载 那么我们就要稍微了解她的思想 我们就看她的第一部著作 叫做阿波拉汗·埃里米塔 你就给我们读一下 阿波拉汗·埃里米塔 所以这里刚才说的 刚才说这些中世纪的这些诗人 或者中世纪的那些妇女 她们很多是国家英修院里边的生活 所以她这里就说 这里有两个男人 这两个男人也是影修者 第一个叫做阿波拉汗 那当然这是犹太人的名字 埃里米也是犹太人的名字 那么这两个男人 他们就这里要承担 这里有一个小女孩 她是亲戚 要照顾她 那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说 最好的生活是什么了 高级的生活 有文化的生活 让她当一个修女 就是让她去这个营修院 所以他们就跟那个小女孩说 她说 好啊好啊 我很愿意当一个religious sister 那么这个sister 就是修女的意思 religious sister 那你再给读 继续 after twenty years Abraham meets Abraham again is very worried about Maria since he heard that she has abandoned her pure pious ideals and has become a prostitute Abraham wants to find her and to persuade her to give up the shameful life of prostitution however it would be against the vow of a monk to go to a royal sale and look for a woman Evra and convince Abraham that it's no thing to go to these places in order to rescue a woman yes 所以我们这里要想一想 这个情况 就是这些两个男人 他们就是住在一个小屋子里边 在偏僻的地方 就过这个营修着的生活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女孩 这个小女孩 就放在一个营修院里边 但是这个营修院里边 可能后来他们没有照顾好 所以这个Maria 这个女孩就出去了 然后她就本来有一个 很虔诚的理想 就当一个小女 结果呢 她就堕落了 以后就当什么了 安莫小姐什么的 所以她就去当一个妓女 是不是 那么现在这个消息 这是好几年以后 这个消息就传到 传到这些阿布拉罕 就是她的叔叔那里 所以她就是非常的担心 她说这个是很悲哀的生活 就说我要帮助她 但是我是一个营修士 我是一个营修者 在这里 我就绝对不能去那些 安莫小姐那里 或者找什么地方 什么这个红灯区 我就不能去 但是呢 他们就讨论讨论 她说是为了把她救出来 我们就应该 我就应该去 请后面给我们读 我们就应该去 所以这里就是描述 就是这个阿布拉罕 他就是找他的亲戚 他说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我就把他拿出来 从这个红灯去哪里 不能继续在那里 所以呢 他就是化妆 作为一个士兵 你看这些士兵 解放军 好像经常去那些红灯去 是不是 在古代的时候 所以他就是他就进去 然后他就看 就发现 就这里是这个玛利亚 他的亲戚 但是他一下子就不认出他了 只有当他们进去的屋子里边 他在发现 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叔叔 那么以后他就全 那么结果他就是后悔 很忏悔 然后他们就一起 一起就回去 所以这个玛利亚 他要再一次恢复 他的原来的生活 你继续读 好 所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束 他们就两个就是继续就是过这个修道生活 然后就是说是一个悔改的罪人 他是比就是这个义人更宝贵 所以这是一个 但是在括号里边还写了一个东西 就是写了什么呢 写了Terencius 也有两个老男人 他们就关心他们的儿子们的那种生活 是不是太放荡什么的 所以这个是说明这个Herozvita 就是这个女诗人 她是自己一个修女 她自己说在她的一个诗言里边说 我就利用了这个台论词Terencius Terencius大概什么时候 Yes Terencius就前八十年左右 比较早 Plautus和Terencius他们是早期的罗马诗人 以后这个Terencius写了很多类似的 可以说是类似的话剧或者戏剧 以后这些戏剧很多也是要跟这种 跟红灯剧有关系 比如说有一些妓女 一些堕落的妇女 要把她们救出来 或者什么 有一点类似 但是这里就是一个Herozvita 他用一个新的观点 他用这个基督教的观点 营修者营修院的观点 来改写这些东西 但是也是很有吸引力 这些故事也是很受欢迎的 所以这是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亚伯朗 营修者亚伯朗 我们就再看第二个故事 后面 Dulcidius Dulcidius is the founder of the former emperor of Diocletianus Diocletianus 那这个Diocletianus Emperor 他是公元 二百八十年到三百年 在那个时候 他发动一个非常严厉的 叫做教难 就是对基督徒的迫害 运动 所以他就抓那些基督徒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但是这里当然就是说一个故事 但是用这个历史背景 继续读 这些故事儿的不错 但这些老计察 是对基督徒的迫害 有 Sveriges 对基督徒的迫害 对基督徒 原来·追救手 上有战子 有战子 是胡ност buy dir吗 他也有战子 是认识的 云最终的 一位 高度 女孩の勝利大使は逆 Chernoisse 前半 メジノンス戻り 合成全国の……サブタイズ 軍事иссyse 軍事 。 鴨 mi唸 除死 除以死刑 很厉害 所以这里是说的是一个官员 一个古罗马帝国的一个官员 他就抓了几个基督徒的女孩 三个女孩 然后呢他就 他说明天我要出售他们 但是今天晚上我还跟他们玩一玩 是不是 所以他就把他们就锁在地下室 晚上的时候他就去这个地下室 但是因为很黑以后 他的这个欲望就让他变得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他就磨很多很脏的东西 肮脏的东西 就是那些有灰尘的东西 各方面的水 把自己也弄得非常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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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